在台地中时,王辉普先生传入丹东,由掌门弟子丁丽叶社党长人发扬光大,自从与体。丹东五日台地团是在五日台地团传统套法的进步上广泛地吸收了民间传统的精髓,在全面地层北京、上海五日台地团的风格和特点性上,形成了以北京穿着步行,协中比证,身形为基础,吸收了上海端正严密, 细运运贴,全家小巧,在紧凑中自聚舒展的风格,继承了丹东,循规导具,虚实分明,融为一体的传统,创新形成了丹东五日台地团独有的风格特点,以丹东五日台地团行空总架要求非常严格,循规导具,一时不冷,运动性不过到四行,四平,六合,一条线, 形成了协中与正,穿着步行,虚实清晰,转换民国,支撑发面的,无视台地团独有权势 二,担当五日台权演练时,由开展而紧凑,在紧凑中自聚舒展,虚实分明,清零圆活,如落柳乎风,潇洒飘逸,是行临流水连连不绝, 具有移动乎有移动,移静乎有移静,随动幽静,竞争移动的绝妙集结,推手时,端正然力,细腻硬贴,不过不及,七大屋外,七小屋内,一只所向,人莫离测,内地修身,外有余敌,守静而无妄动,故意柔化健常。 三,担当五日台权的健身效果影响,太极拳论有,翔腿用意综合在延年异兽不老中的提法,太极拳是一项休闲的有氧运动,也是最环保,最永恒,最无价的,其能量是取之不进,用之不洁的法宝,谁用了它,谁又用了健康。 三,担当五日台权,以防病健身,延年异兽的,著称律师,他要求意念,动火,呼吸,三个有机结合,在动中处境,随在运动,还具静态,这完全能使人体在生理,心理,精神等方面的功能受到锻炼,它不但适合轻壮的人,还特别适合于中壮年人,脑内劳动者,及有慢性疾病的人进行身体锻炼。 担当五日台权,引起鼓勇的权势,而使运动更加符合人体生理结构,可以根据演练者的体质,情况,控制运动量的大小,使有氧运动达到量身硬质。 在演练过程中,适当增大,巡回导致的穿着步行,使虚实分明,协中于正身形的运动物线延长,增加了人体量的力量断电,而端正严密,吸引进运接小巧,全价的演练,不停在紧凑中,知具舒展的风格,而且使上体博弦式的弧形运动量增加,健身效果更加明显。 今后,希望广大台体权爱好者能在领悟其魅力和风采的同时,不妨亲身一世,参加到台体权华里重来,相信对您终身受命的美好。